先把音乐关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阶段 我用的都是一支刷子 那这个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大致上讲 这个阶段再来就是小一点的刷子 小一点的刷子 你可以用像这样子的也可以 你可以像这种扇形笔也可以 都可以 那最主要就是 你还是继续在创造你的笔触 我们可以很清楚很远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笔触都是一致性的 那表示背景是同一空间 我们用背景的笔触同一空间 这样有助于待会东西的往前凸起 因为它笔触会不同 那很明显它就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用一个空间的想法 来表达一个东西凸出来 而不是一个形状 如果是形状 我会照这样去描描描打个底稿 然后把色彩 色块填进去 那这个就回到以前了 就是在追逐一个形状 如果我们用的是色彩或明度或edge 我们表达的除了形状以外 我们还可以表达更多东西 色彩的温度的改变 形成的空间 或者是edge的改变 形成的空间或形成的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些形状 光用线条结构去表达出来 来我们继续